嗨 早安 昨天睡得還好嗎? 對啊 看你 好像有一點 氣色不是很好 沒睡飽 還有一點點黑眼圈 怎麼辦呢 還想睡覺 啊 那個 你喝咖啡嗎? 喝齁 好 那不然 我就給你喝好不好 不會很麻煩啦 真的 反正我本來就有喝咖啡的習慣 用豆子磨豆 不是沖泡式咖啡 真的很好喝 不保證 好啦 那 你就做好好不好 好 然後我現在就是沖咖啡給你喝 OK嗎? 不客氣 那 你有看過現場沖咖啡嗎? 沒有 不然我也 我也 稍微跟你介紹一下好不好 就是 我等一下會 用到的一些工具 然後還有沖咖啡相關的一些 小器具 都跟你簡單的 介紹一下 讓你也知道 嗯 好 OK 那 嗯 從哪裡開始呢? 好 先介紹這個 你有看過這個嗎? 知道這是什麼嗎? 嗯 對 這是磨豆機 這款磨豆機呢 它是 手搖式的 它這邊有一個 握把 這樣穿的 對 那 有另外一種 它是電動的 電動會比較快 但 嗯 因為我自己一個人喝 所以 用量沒有那麼大 手搖的就可以了 那它呢 很酷喔 這個東西 給你看 這邊 這是放咖啡豆的地方 所以呢 等一下我就會 用給你看 咖啡豆放進去 然後呢 再磨 磨完之後就會從 就會掉到這裡 裝咖啡豆的地方 很好玩喔 然後這個地方啊 這個 可以轉的 地方呢 它是用來調整 等一下研磨的 粗細的 咖啡粉的粗細 就用這個決定 所以 嗯 對啊 你平常比較喜歡喝濃一點 還是 味道比較粗狂一些 粗狂一點嗎 好 像你想要喝粗狂一點 不要 某些特定的味道太重 我就會把它調的 研磨度寬一點 對啊 這樣子的話呢 等一下磨出來的咖啡粉 就會比較粗 那味道就會不太一樣 嗯 好 那 再來我們來看 這個 這個是咖啡濾紙 對 等一下也會用到 它的功用是 把咖啡粉 放在裡面 然後呢 等一下用水去沖 所以就可以 把咖啡粉還有水 做一個分離 對 我覺得 綠紙的聲音很好聽 好 再來呢 是這個 它是咖啡濾杯 濾杯呢 它是跟濾脂一起使用的 剛剛的那個濾脂 等一下就會 架在這個濾杯上 嗯 然後 再架在另外一個壺上面 這樣沖 他們是一組的 沒有看過 沒關係 等一下就知道 好 然後再來呢 是一個玻璃壺 等一下就是用來裝咖啡的 那我們今天大概 沖個兩杯的量就可以了吧 所以 大概在這邊 就夠了 嗯 對啊 你要喝很多嗎 沒有 好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好 再來是 這個 沖咖啡非常重要的 咖啡壺 咖啡壺 我之前用過 滿多款不一樣的咖啡壺 但這一款真的 用起來非常順手 因為它的設計 所以 這個圓桶裝的設計 讓水 水流的控制非常的簡單 所以 沖起來的時候呢 就會很穩定 咖啡會比較好喝 真的 你等一下看我裝就知道 很好玩 你想要沖沖看嗎 嗯 下次嗎 好 下次給你沖 好 那接下來這個呢 算是今天最重要的吧 這是咖啡豆 好 那我今天 準備的這款咖啡豆呢 是坑亞的豆子 坑亞的豆子 它的特色就是 喝起來會帶有酸味 可是它的香氣上面呢 會有一些果香 對 我個人還滿喜歡這款咖啡的 我覺得你應該會喜歡啦 對啊 真的超級香 你要聞聞看嗎 你聞 真的很香 超級香的 好 那 嗯 會用到的工具就是這些了 我們接下來就 開始沖咖啡好不好 好 那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用 二十克的 咖啡豆 然後放進我們的 磨豆子裡面 把它磨成粉 OK 好 好 那這邊呢 我會用這個 咖啡湯匙 這樣的一匙大概是十公克左右 所以 只要兩匙就夠了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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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對啊 有時候還是會不小心掉出來 再一次 би 咖啡 咖啡 好 這樣就可以了 咖啡 接下来呢就叫盖上盖子 然后开始摸 好了,这样全部完了 现在咖啡豆已经变成咖啡粉装在这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咖啡滤杯跟咖啡滤汁准备好 咖啡滤汁用法呢,是这样 好了,我们先沿着这边的这个地方 这里有折痕的地方呢 把它折起来 这样它就会变成一个扇形 然后再摊开 很好玩 好,再放到我们的咖啡滤杯里面 这样子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呢 就要把杯子准备好 再把我们的刚刚抹好的咖啡粉 超级香的咖啡粉 你要问问看吗 超香的对不对 它抹成粉之后味道就变得更明显 因为颗粒变少了 对啊 好,放进去 好,咖啡粉在它里面变成这样 就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可以准备冲咖啡了 在冲咖啡之前呢 我把这个咖啡壶里面装满 刚刚实现准备好的热水 再热水 再热水 不过蓝酒 倒入白色 熊蒸 熊蒸 酱蒸 nause 瘍 熊蒸 酱蒸 好,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開始沖咖啡吧 好,那我們沖咖啡的時候呢 會沖咖啡粉的中心點開始 然後畫圓,這樣子沖出來的咖啡才會味道比較好 它會萃取出比較應該萃取的東西 沖給你看 先從中間開始 然後呢,就維持這個狀態 大概20秒左右 這樣做呢,是先把咖啡粉用熱水沖過一次 然後把它裡面的香氣,逼出來 好,差不多了 接下來呢,就繼續沖 也是從中間開始 然後畫圓 現在的記憶 很容易 wed動 但是,就是要把咖啡粉造成 張咖啡粉 只有一個回头 但是,還有我們在下面 嘗嘗 然後,成功 再一下一下 好,醬的量就差不多了 好啦,醬子我們的咖啡就沖好了 分量也差不多 好香喔 來,我幫你倒一杯 喝一口看看 怎麼樣?好喝嗎? 好喝喔 太好了,好喝就好 對啊,就是現煮的咖啡它的香味跟便利商店買的或者是集容咖啡真的完全不一樣 對啊 好啦,那就希望你精神好一點 然後把咖啡喝一喝 下次如果還想喝咖啡的話再跟我說好不好 好,那就這樣啦 掰掰 謝謝你看我的影片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也請記得幫我訂閱喔 好,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